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保安当然他是归DNG 平常去跟他讲你该怎么做怎么做 但他身份是海港城请来的 问题来了 为什么大家都去针对那个DNG 不去针对海港城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啊 我觉得理由之一 是海港城在这个事发生的第二天 发了一个声明 那个声明太厉害 那个声明讲什么 就是说 这个海港城呢 为我们的下面的员工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非常抱歉 向香港市民道歉 说 然后讲一大通什么话 说 海港城 我们就过去叫海运大厦 数十年来 全在香港努力耕耘 现在香港人的呵护跟支持底下才有了今天 我们永远是属于香港爸爸爸爸 讲这一大 听起来像那个蔡英文的拜选兄弟了 拜选 拜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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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有希望 要勇敢 这样 他这样 他的确 那栋楼啊 的确是好像是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初 香港第一个shopping mall 对 香港第一个那是我们的集体积役 就是香港那个时候对面有一个康乐大厦 这边有第一个shopping mall 就是说他的确 他的确他跟香港 那么但是我觉得DNG也没什么损失 他这么一吵吵不是更加聪明 本来这个名字大家读都读不出来 现在很多人都记得 我觉得从他的商业眼光来讲 也没什么 不一定 我在那几天 有人会因为这个原因不买他的东西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 到现在还也消除不了 对 因为我就举个例子 就在那几天闹得最厉害的时候 我在中环走过 经过他在中环的店 还不是DNG 而是Dosha & Gabbana 就他的那个母店 我看到旁边就是Armani什么 里面都很多人 就这里面真的是没人 而且你知道 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 企业 你知道企业 包括大陆的企业都明白了 企业做到一定程度 不是说你买不买我DNG的东西了 他要混社会形象 符号 我这个形象在社会上差了 完蛋了 人人痛骂 被人当笑话讲 你这个企业又能怎么样呢 做人真是太难了 一不小心就得罪人 我跟你讲 我那上次节目里边 我还提了一句 我说那两个设计是男同性恋 是吗 对 其实我讲这个话 没有任何的贬义 我只是说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了一个网友了 他就说男同性恋怎么样了 得罪了你了吧 然后来一个抗议的贴 贴没关系 他来几百个 就每天跟你来啊 就每天来几百个 我当然我知道他也没什么恶意 可能他就是比较 他的愤怒 但是我想澄清一下 拜托 我一点都没有贬义在使用这个 其实没什么嘛 因为很多时装设计师是同性恋 他也是多帅 所以这个解释清楚了 也解释不清楚 就是这样 我没得管了 我跟你说啊 有的时候啊 秀才玉角兵啊 你有理说不清 不是不是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这个争吵 在这个社会里 你像那天咱们讲的 最近那段视频 什么的 你就会觉得啊 这个视频上你看 全是争吵和这个冲突 我就是说 还有一个 最近也是在香港的网站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陆网站 也都在传 就是在地铁里 这个香港的人和大陆的游客 游客骂战 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 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因为从DNG这个事情里面 就有前台词 对 他关系到啊 这些年来 咱不能说全部啊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香港人 对大陆游客 或者说大陆人 有一种 反正不简单的心理 咱们可以看看 这次又说是怎么回事呢 好像是说啊 一个香港人在地铁里啊 他先是听见 大陆人说什么话 说什么话呢 然后就 你可以看看这一幕 在地铁车厢里 你用这么大的事情 大陆人想大陆人 就是大陆人 大陆人想大陆人 那么少的事情 也不错啊 我们好像知道 我们就行了嘛 你冲击 不要用啊 他們在那裡吃東西 吃到家裡身邊 我跟他們說 我跟他們說 然後被人罵我們 這是香港地方 一起下車說 不用跟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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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些大陸人是這樣的 不用跟他們說 下車 是 是這樣 女人就像片子沒看到 她小孩在車廂吃東西 香港人看不過 對地鐵車廂不能吃東西 但是呢 我也吃過 但是被工作人員就管制 就說你不能在這吃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事是有點誇大了 為什麼呢 因為回想一下香港人自己 真的不在地鐵吃東西嗎 這咱不了解 他們也吃 所以當然看你吃什麼 你比如說吃盒飯 泡個方便便 那當然不行 但是很多小零嘴啊 什麼大家也會吃的 就偶爾也會看到 我就想像過這個情景 假如說是個香港媽媽 帶一個香港小孩 那個香港小孩 吃個小點心 其實就是個小孩嘛 我覺得一般香港人也就算了 但我覺得這回真的是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還是第一眼睛的問題 就是大陸人跟香港人 現在在香港市面上 尤其這一兩年是出現一些矛盾 這個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啊 因為我自己這個身為大陸人 我要講這個話呢 大陸人可能會罵我 但是我必須說真話 說真話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過去我總去奸殺嘴 對吧 那麼現在他們說 尖殺嘴全是這個被大陸收復了 是吧 就是就是這個大陸遊客 這個多都去尖殺嘴 也可能是因為擁擠吧 但是我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 就是近些年呢 我越來越不去那裡了 我會去港島去銅鑼灣那邊 我就會去那邊逛 那麼你說我是不喜歡大陸人嗎 我不知道 可是我怎麼總覺得 但是這個理由是的 我一想到要去那兒啊 我腦子裡有個想法 就會覺得哎呀那大陸遊客比較多 我不是說說他們不好 他肯定瞞你 你不也大陸來的嗎 你這個大陸遊客 我覺得這個 是真的 還跟身份有關 比如說像 其實我也是 我以前也會去海洋 我覺得去的很少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兩個去呢 也許偶爾有些觀眾碰到 或怎麼樣 也有關係 會拉著你說半天 要拍照 要什麼 那你就覺得那是我私人時間 我去拿個東西買個東西 你覺得有點不太方便 那但我覺得 我不曉得你又怎麼樣啊 因為我這個香港人呢 我又有另一種感受 就是的確我在那邊 這幾年有個感覺 就是如果我去講廣東話 人家不大理由 是嗎 真的會有 有些商店 我就看到比如說 如果很多大陸遊客 在一個店裡面買東西 或怎麼樣 那我們想說 他不理你的 後來等很半天的 然後 因為大陸遊客 給錢多 也比較豪邁 那余順呢 余順呢 余順呢 那服務對香港人的確 是沒有那麼 沒有以前那麼親切 是有這個情況 所以 所以 所以DNG也好 這些事情也好 我覺得關鍵一點 還是一句老話要平等 這很難 就是說我們一般都看到 你虧待一個人 是一種歧視 比方說 好 對不對 你別人可以做的事情 不讓你做 是一種歧視 我們忽略道理 另外一條 優待也是一種歧視 你看他們畫了一個漫畫 就是說 內地的遊客 在裡面 大便 他們也不管 我大便這是誇大了 但是我上次舉的例子 是躺在那裡睡覺 但是他們明確不管 我 古奇 就在圓方的古奇裡面 試鞋的地方 就一個男的 就躺在那個 試鞋的那個沙發上睡覺 我估計就是他老婆 或者家裡什麼人 在買東西 他累了 他就躺下來睡覺 咱們知道這個大陸那個 宜家嘛 宜家是有大陸人 也對那當然肯定大陸人了 去睡午覺的 在那個賣床的地方 不是 不是那天那個情況 我看得非常清楚 就如果他是一個香港人的話呢 那個旁邊的工作人員呢 要么就會來關心你說 有某些啊 總會以為他身體做什麼事 否則的話呢 就會有點勸阻 一般也很少發生 但是他服務員 為了做生意 對於顧客 採取 double standard 就是雙重標準 他就說 你們來花錢 你們豪邁 我對你們的禮貌的這些要求 就放寬 這好像是優待 其實我們想想 這種優待 是一種侮辱 是一種 是一種歧視 其實也不尊重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打個再簡單的比方 如果說我們這個學校收分 大家都是一千分 你要人家一千二是一種歧視 八百就錄取了 這也是一種歧視啊 就某一種人啊 八百人就給你錄取了 這個你 你雖然進去了 其實你心裡想想 他當你們是比較弱智的一群啊 所以你八百就可以進這個學校了 徐老師這麼解釋有意思 所以我覺得關鍵的核心 還是一個人格平等 他做生意 你再大牌 你越大牌 你還是 你對所有的人 不單是大陸 不單是香港人 你對全世界的人 你應該是平等的對待 你不能對某些人優待 你因優待的話 說實在話 被優待的人心裡也不舒服 對你不能說 你有錢 就允許你豪邁 窮人就只能晕菜 槍槍三人行 廣告之後見 馬鈴鐺 他需要再獲得 我咧 克璇 趕槍槍三人 走 李玉鐺 紀錄 李玉鐺 錄 李玉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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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期待 像个小孩重回天生的自在 我的过渡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白景公寓独动全球发售 而且确实这事也是挺进以忧退以忧 所有香港人都知道 是大陆客的豪迈 撑起了香港经济 这个作用 你这大家会挽救起码零售业跟零售业 对啊对啊对啊 你这个你也得靠他们 不是呢 这里头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啊 我能够理解里面那些心理上复杂的地方 那个复杂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它是个整体的事情 它不只是针对所谓大陆游客 表现好不好 有没有礼貌 数值高不高 比如说地铁吃不吃 不是这么简单的 它还牵涉什么东西呢 它一连串的正好不同的社会形象 是组合在一起 举一个很简单例子 在整个11年里面 其实因为热门话题是大陆孕妇来香港生孩子 没错大政战和抢战的 那这有个很大的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因为我们在香港的医院医疗系统本来还算不错 对 但这个医疗系统呢 是很贵的 我们是用什么来支付它呢 是因为香港人交的税 对 是因为香港的钱 卖地换来的这个钱 来支撑这个医疗系统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有很多的内地人呢 他也许父母都不是香港人 对 但这个妈妈肚子大 赶快重进来香港 对对 要来生 那他生的就是孩子就是香港人 是啊 那他就能够在香港 比如说享受这个公共服务 然后将来呢 还能够在这边上学念书 但香港的这个教育啊 其实成本很高 收费很便宜 你也知道 就香港的小学中学 学费很低很低的 比大陆很多好学校都低很多 他为什么能那么低呢 其实还是我们纳税去养出来 那假设有这么一对父母 他不在香港工作 没有给香港交过税 没有在香港跟谁 我们大家一起做这些事 但是他孩子在这享受所有这一切 那所以很多香港人 你要提高价格呢 你让他交这个钱呢 呃 现在呢 是有这个建议 是是这么做 但是问题在哪呢 问题在于呢 呃 香港有些医疗原则 就是说你如果肚子大了来 你硬是要伸没办法 其实你用 没有这个钱 或者你不交这个钱 我们也没办法 对 这因为香港的医院 不会说是 哎 你不交钱不让进啊 这孩子你在门口拉吧 不能这样的 香港的医院是 你孩子肚子 改着要伸 一样给你照伸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一套医疗原则 所以现在是各方面原则 他迟早呢 迟早会反省香港的 这些基本的人口政策 因为香港呢 是沿袭了美国 英国的那个政策 那个政策就是说 你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只要生在这里 你就有这里的人 对 但是很多地方不是这样的 很多地方是看父母的 比方说今天 你一个非洲的人 你跑到北京一生 你并不自然是中国公民 嗯 你的一个一个新疆的人 你跑到上海一生 一生下来 你没有上海的户口 大概是好 我这个不带确诊 要要 但是至少 他是要根据他父母的 所以香港迟早将来 很有可能 他被迫要转到那一种 而且他是要以父母 至少要一方 才能够认可 而这个情况 还有个变化在哪里 你知道 原来来香港生孩子呢 多数是香港的男 比较穷的 讨不起老婆 在广东 娶了一个太太 但是太太也来不了 然后他们的小孩 生在香港 但现在情况变了 最近的一些孕妇啊 来的 我包括有些 我都认识 你要认识朋友的话 你都会觉得他们很好 他们来就住四季酒店 对 他们很有钱 很有钱 对 他们就有的呢 根本就不是夫妻的 你知道 就是小蜜 小三 你看 我大款 我有个小三 小三现在要生孩子 那个又要逃过大陆 你知道一举几得 我可以逃过大陆的计划生育 对 我可以有香港户口 然后有了香港户口以后 他有了以后 我 我这个老爸老妈 将来还可以申请香港的身份 你们还受教育 那这个算盘 四季酒店 根本不算什么 这个开销 太容易抵循 这里面出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一个社会问题在哪 就是说 假如我们有个很开放的社会政策 我们把这些都算是香港人 说 好 没问题 你反正名要来 那你就申吧 那我们只好扩大医疗投资 教育投资 好 问题来了 问题在哪 就在于 你这小孩 你有了香港身份 你不来 你将来来不来到底 现在很多这种问题 就很多人在香港生了孩子 这孩子将来未必在香港大 对 他就算要个生 但是任何一个社会 我们既算长远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很重要 我要算我家里有多少人 我才能决定 我还要盖多少学校 要扩大多少教育 跟医疗社会服务投资 但你都在这生了孩子 但是人不在这 那么他怎么办 不知道 因为香港是算得很细的 因为他地方小 他对于有多少学生 怎么派班 怎么安排 都要算得很 现在已经据说 有五六万 五六万这样的小孩 他们随时可能一起来 但是也可能不来 所以他们就不止通了 这个编程的最后一句话 他可能明天回来 他可能永远不回来 这种情况我们很熟悉 像咱们公司 经常香港同事都彻底晕彩 就是说这节目做还是不做 也可能做 也可能不做 到时候再说 香港他一切都要有budget 有什么预算 提前恨不得二十年 他就都给你盘塞 真的要不然 因为比如说我们盖学校 要培训师资 因为你要比如说 扩大公立医院 那我们现在大学的 这个医护系 这些名额就要扩招了吧 好我们都做好准备了 不来 所以你知道 这一点呢 我从香港这个交通 我都发现 我在香港开两趟车 我就 我知道他怎么样能够比北京牛 我觉得他管理的 但是实际上呢 让人神经高度紧张 我还得说 在这个深圳 比如开车 精神放松 在香港开车 精神紧张 但是你不行了 我跟你真好相反 我跟你讲 你说说看 为什么呢 他这个香港的这个交通管理 他恨不能管理成一个什么呢 输送带 一个道就一个车那么宽 最好啊 你接下来 你要往右拐啊 对吧 一公里之前 你就得到你这条道这 你就有牌了 你不能爬到这 对 你想偷空啊 往这一走啊 真到了跟前的时候 他双黄线 他不让你再转了 你知道吗 而大陆人的习惯 是适到临头 适到临头 你慢慢就发现了 他这个一条路啊 你一条到走 所以我就知道 为什么香港人啊 老说一句广州话 电视广告上 老说 我才明白他真正的意思 就走远呢 我们要这么行叉踏错 行叉踏错 要行叉踏错 这句话呀 是有特别精道的 这个意义的 你咱们大陆人到那刚开车呀 步步行叉踏错 而且呢 意识足成千古恨 生命谋忒秃 没第二位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幸福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汉南新水湾 海景公寓 独栋全球发售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杰宁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我这个经验太精神 你这个经验太精神 真好跟我相反 我的体会是 我在香港开车很轻松 一到深圳就紧张 一到深圳就紧张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不能够判断 你不知道前面的车 它会怎么拐 在香港呢 你很早就要知道 走哪条线 这就好像我们很早 就要知道下个月 明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到现在还被他们 常常批评 我们的秘书常来批评 我说下几个月的事情 赶快还不定日子 我说别急别急 还有几个月 他们都是很早就排好的 深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你看到最常见 我最看不惯的一个情况 就是两种 一种是突然有个车 开得非常慢 像岛一样的 对不对 还有一种就是说 它明明有四条道 它走错了 它应该在最右边 它不知道猛叉叉 它走到前面了 它走到最左边 它横喘 这个时候 它横喘 它打了一个灯 大家都对它没办法 所有的人都让它 因为就像你说的 它前面不知道 它我也不知道 那这种横喘的情况是什么 它反映了一个 很深刻的文化现象 就是说 我犯的错误 要别人帮我卡皮股 就是说 因为其实你很简单 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再兜一个圈子回来 对 就是你犯了错误 你自己承担 我就这样 所以我在香港岛兜了四个小时 这一出去 柴弯去了 你知道吗 我本来到中环 柴弯 我就转了一圈 上机游览一下 我在最后 哎呦天哪 我上了山了 后来 我好 风景好 我觉得是你还有一个 别的问题牵涉在里面 除了刚刚讲 那很实际的资源分配 生活习惯 其实现在我觉得香港人 跟内地人在香港 还有一些价值观的冲突 这价值观冲突是什么呢 就是说 香港从来也是移民社会 都是大陆下来的 对 但是以前从大陆来香港的人呢 很多是因为觉得 在大陆日子不好过 比如说文革的时候 带不下去是难民 或者说不喜欢那边的关系 所以跑来这 但现在来很多的 是觉得大陆挺好 对 然后所以来香港 他不会觉得说 你们这套价值观 就我非得跟 对 我很喜欢 对对对 所以这种矛盾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贯文明启示录 背后当然也有点自卑 但是你要用